隆潭大池上西式划船队练习中 哇 这速度很快 同学 他还没有尽全力拉 如果尽全力拉 可能拉完的时候 可能人就是跑到那边 背向式前进 让人更明显感受到速度感 西式划船被冠上 全世界最累运动项目前三名 身受得全身性的运用力量 这可以看你每一讲拉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你的公尺数跟力量 感觉比跑步还累 因为这是全身的 就是你的脚大腿然后腰部那些都用到 还有的选手心理素质够强 他一定会想要冲到底 如果心理不够强的话 他可能拉到一半就放弃 所以我们讲说路上滑船器 是对选手最好的一个心理层面的一个训练 是利用看似健身器材的划船测工仪 又称为室内划船器 可以透过电脑连线做个人或团体接力比赛 早已被列入奥运和亚运的正式比赛项目 也可以看出这项运动在国外发展的成熟度 这一天师生们大费周章把器材搬到妙城广场 别嫌怪 以为7月真的要在这里办比赛 我们希望说在这一次代表台湾线出去比赛 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能拿到更多的一个金牌 对我们来说有成绩才可以跟县政府 跟中央申请经费要器材 没有成绩没有绩效等于是没有的 其实滑船在台湾已经培育出好几十位奥运选手 教练却常常得想办法筹经费比赛 陈昭源试着结合地方资源 为更多有潜力的孩子找机会 选手和教练终于盼到了多一个竞技舞台 2012年世内华传记正式列为 全民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也期盼他们会有好的表现 我生意 爱无意乎意 我生意 爱无意乎意